来 芝青啊 关于今年供茶的事情 我已经拜访过白大人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怎么回事 我听他说 内宫对我们谢家的茶 好像有些不满 有什么不满 说我们的茶过于清淡 味道不够醇厚 那我们谢家茶 本来就是以清淡取胜的嘛 可如今朝中的口味变了 他们不喜欢谢家的茶了 现在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们 把持朝政 他们喜欢喝口味重的茶 不像那些大臣 所以呀 口味清淡的茶 他们不喜欢了 那怎么办 白大人说 吴家的茶醇香厚重 三汤过后 仍然满杯香气 经久不散 这个白大人 他懂茶嘛 三汤过后就该换杯了 哪有王公大臣喝四汤茶的 道理是这样 但是事情我们不能这样去做 他身为茶政使掌握大权 我们和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呀 那怎么办 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吧 咱们也把茶搞得味道重一些 另外 他一直在强调吴家的茶好 我想 他一定是得了吴家的好处 他也不能昧着良心呀 芷青 你也别着急 我猜想他跟我说这些话 是有两层意思 哪两层 这第一呢 是让我们知道 供茶可能会一煮 对出很多 我们要想保住供茶的资格 还得上点心思才行啊 这是当然 这第二呢 他是让我们有一个准备 万一几年不用我们的茶 他是有话在心 不让我们说他的闲话 这个白大人 他是左右通吃啊 我们要早做准备啊 怎么准备 来 一来呢 我们要多了解吴家的动向 二来 也要把自己的茶叶 做得味道厚重一些 这来得及吗 我呀 早就准备好了 你看 这是我用心法制作的 我只等你回来 只要咱们定下来 马上就赶快去秘密制作 你可真有办法制成哥 好 就照你说的做 爹 爹 好几天没来了 来看看你 去去去去去去 哪来的 朋友送的 朋友 你还有朋友 有啊 他们听说我是谢家二少爷 都巴结我呢 爹 又写字呢 真好 真好 他们都说啊 说您啊 说您是个书法家 说咱们全谢家 就数您的字最好看了 去去去去 那是 方圆五百里啊 还找不出这样的字 我娘早就说了 说您是个才子 有能耐 可是您怎么没做官呢 做官有什么用啊 现在的官场之上 哪个不是不学无术 恶意奉承之人 我在他们中间 有什么作为 那那您要是做了官 咱家不就更好了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进了谢家这个门 就要守谢家的规矩 不能像过去那样 任意乎为 是 是 我让你读的书都读了吗 读 读了 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去吧 爹 您说 我的名字 怎么小看啊 志成 你回来就好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把后谢的生意给做起来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跟志青一起做了 咱们自己做 可查 别乱说 我没乱说呀 现在是咱们后谢掌词了 生意的事情 就应该由我们后谢说了算 以我们后谢为主嘛 二叔啊 您说的这个我不太赞成 咱们晖州人做生意 靠的就是乡情 何况 咱们是一个赐堂的兄弟 如果自家人先乱起来 这生意你是做不好的 再说了 我和志青是合伙做生意 谁也不是谁的伙计 哎呀 志成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都不要说了 志成 你这次回来 有什么要紧事啊 要做一种新茶 新茶 是 好 来了 就先别回去 看几天戏再回去 看戏 看什么戏啊 志成啊 这你就不懂了 一是你三叔隔飞 在京城中了进士 我们谢家一直没有庆祝 这第二世啊 我们刚刚接过了掌词拳 这一定要有点动静 让全镇的人都知道 所以唱几天大戏 让我们后谢的人扬眉吐戏 这家本人 来进去 来来来 把这个拿来 志盟 三爷 受累受累受累 哪里哪里 您是给我们饭吃的 都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小心点 格文兄呢 他可能有点事 以后有事情 就跟我爹说 我爹现在是谢家的掌词人 好好 我知道了 三爷 恭喜啊 格文执意让我出来 我是面为其难 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多担待 好说好说 都背什么戏啊 照三爷的吩咐 我们都准备好了 在正戏前面再加一个 票价官 要红红火火 好 三爷尽管放心 我们肯定尽情伺候 你放心吧 赏银少不了你们的 那就多谢三爷了 来 进屋喝茶 好 爹啊 您看见了吗 戏班子来了 要唱大戏了 又是什么日子 唱什么戏 说是那个 后写家的三叔 在京城中了进士 现在是他们当家 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爹啊 您说 您怎么不中进士啊 中了又怎么样 不是 中了咱们可以当官啊 又说这种话 不是跟你说了吗 当官有什么用啊 当官有什么好 我要是想当官 我早就当了 还要等到今天吗 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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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官哪有我自在啊 我现在想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胜死活神仙 是啊 您说的对 儿子 我也不当官 像爹一样 做个活神仙 你算哪路子神仙哪 你有什么学识当神仙啊 这 这 我 你给我滚啊 我爹的戏班子来了 嗯 我在码头看见了 来的是郑家班 那我爹来了吗 他不来 这戏还怎么唱啊 他怎么不来看我呀 或许是忙吧 不过 他们戏班里 有个人要见你 见我 谁啊 嗯 不知道 他就说 让你到村口小庙里找他 嫂子 玉芬 玉芬 没想到是我吧 你怎么样 家人都惦记着你呢 来 坐啊 怎么 有青春的消息没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好了 嫂子 不说他了 你现在还好吗 我很好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这些日子都怎么样啊 我还能怎么样呢 反正我就为自己活着 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现在走出了谢家的门 谢家也不认我这个人 在外面 我反倒觉得自在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 玉芬 你毕竟还是谢家的人呢 嫂子 谢家有什么好的 你说你刚嫁进来的时候 心里也不舒服 你并不喜欢我哥 可是你嫁给了他 给他生了孩子 就是他的人了 从此你就要为这个家当牛做马 搭上一辈子的光衣 你觉得值吗 玉芬 别说了 不 我要说 想想我们这些做女人的 也实在是可怜 父母让嫁给什么人 我们就是什么命 可是我不干 要嫁我就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要不就不嫁了 你呀就是任性 嫂子 我现在挺好的 本来我想一辈子也不回来了 家里对我这样 我回来还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忘不了他 我恨他 恨这个家 可我多少次做梦 还是梦到他 梦见奶奶 梦见爹 梦见我在家里 爱吃的肉粽子 玉芬 我还是忍不住回来了 我想看看奶奶 看看爹 还有你 好了 嫂子知道 你回来就好 好了 你看你 人家大老远来了 你也应该去看看人家 有什么好看哪 又不是我请的 人家郑老板跟你是亲家 又是你的客人 这点礼数你还是要讲的呀 压根就不该请他们来 这完全是后妾 撑门面才这样做的 这才当长辞人几天呢 瞎折腾 你不能这么说 人家阁妃做官了 也是我们谢家的荣耀 你应该大度一些 主动上门去看看人家 免得人家上门来看你 那时候你的脸上 就不好看了 这是我给奶奶的 人家说老人吃了好 你把我带给他吧 你怎么不自己拿给他呢 我不想进这个家 连爹也不想见了 不想见 是 玉芬 你知道吗 爹已经不当长辞人了 为什么 这些日子家里出了不少事 还来了个新人 新人 是谁啊 好 这个 还当紧的 小心点啊 请玉芬 不知道 刚才还在这呢 他是不是回家了 高点高点 真没想到 爹年轻的时候还 我真想看看我那个哥哥 长什么样 你看你 爹为了他呀 连长辞人都不当了 不当长辞人也好 反正爹啊 也没有那个本事 他还一肚子不痛快呢 要说我爹 也怪可怜的 他总觉得自己有才 可是总不得志 平时郁郁寡欢 才拿我们出气 玉芬 爹现在心情不太好 连身体都不如从前了 好 你是来昌西挣钱的 到我这儿来干什么的 来看看你还不行啊 我现在不当家了 是个闲人 有什么好看的 你是不当家 可你本事还在啊 你看这字啊 这字 就比以前好了 好了 这幅字啊 有我了 不行 这字给别人写的 谁啊 回州府的马大人 真看不出啊 你这清高的秀才 还攀附高官呢 哎呀 不是我高攀 是人家求我写的 那行 你呀 再给我写一封 你还有脸管我要字啊 我都被你害苦了我 哎 亲家 何出此言呢 就你们唱戏那青春 他把玉芬拐跑了 哎呀 这怎么能怪我呢 哎呀 是你女儿看中了人家 非要以身相许 你说 这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怎么不怪你啊 啊 那个青春是你西班里的人 你缺乏管教 还生玉芬的气呢 我怎么能不生她的气啊 你说 哎 上次回来 我都安排好了 我要认她 我要让她进这个家 哎 可是她呢 她跑了她 哎我告诉你啊 无论她跑到哪儿 她跑到谁家 跟我都不相干 哎 怎么能不相干呢 她是你女儿啊 哎呀 我没这个女儿 哎 各位兄 父女一场 骨肉之情 怎么能割舍得了呢 过去啊 你做谢家掌词人 要名声要脸面 可现在 你还怕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是不认这个女儿 我告诉你啊 她跑到哪儿去 她都别想进这个家门 她要是赶回来 我就打得她的腿 让她永远进不了这家 别怕 雨芬 你走了这么些日子 别和奶奶嘴上不说 心里可都惦记着你呢 去见见奶奶吧 现在添晚了 没人知道的 好吧 我去看看我爹 就来 秀芸 爹 我正要说过去看看你呢 你见着雨芬了 见着了 她去看奶奶了 不好 我刚才见过你公爹 你公爹说啊 雨芬要是回来 要打断她的腿 我们去看看吧爹 你呀 你怎么能去戏班子 去唱戏呢 我不唱戏 我还能干什么呢 你不能嫁人吗 我不嫁 你疯了你 奶奶 我看 古代有花木兰 木桂英 还有蛇太君 他们都不是依靠男人活着的 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可是你爹要知道 他会气死的 我们不告诉他 他不会知道的 那你就真的不想见他了 不见 我爹他想让我死 我真是恨死他了 有时候我在想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爹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哪一个父亲 能让自己的女儿去死 我犯了什么罪 就是因为喜欢外面的男人了吗 再说 他年轻的时候 自己在外面 不是也有女人吗 奶奶 有点钱和地位的人 有几家不是势力的 像我这样的女人 嫁过去 还不是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连大声说话都是罪过 那我这辈子 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奶奶 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谁也管不着 也不用看婆婆 和小姑子们的脸色 无论什么时候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多自在啊 那你就不想嫁人了吗 不想 一个女孩子 不能没依没靠的 靠我 靠你爹 总有一天 你会没有依靠的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我就出家 去当尼姑 你胡说你 走 我带你见你爹去 奶奶 我还是别去了 我怕我爹他不饶我 可是你爹他想你啊 我也想他 他老了 不当长辞人了 他心里一定很委屈 我想看看他 给他捶捶腿 容若间 说几句他爱听的话 可是 可是 我怕他再把我沉到河里去 好 奶奶 好孩子 奶奶陪你去 看他能帮你怎么样 走 快 来 来 快 快 快 来 乳 秀才哥 何尝啊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恭喜啊 恭喜我 喜从何来啊 玉芬回来了 没有啊 没有 我明明看见玉芬 走进你们家大门 胡说 他怎么敢回来呢 秀才哥 和秀云一起走进你们家 大门的那个女子 是何许人啊 哪个女子啊 是个丫鬟 对 是阿珍 是阿珍哪 胡说 阿珍 明明就是玉芬 你 你 好好好 不是玉芬 不是玉芬 我自己进去看看 玉芬哪 你看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 你看花眼了 写个文 你别给我来这套 睁着眼睛说瞎话 好 你不让我看 那我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族里人去 格长 格长 你告诉他们什么呀 你别来这套 真的看花眼了 就是玉芬 行啊行啊 你真的看花眼了 怎么回事 这是格长啊 他看花眼了 非来说 他看着玉芬了 这哪有的事儿吗 这是 行行行 你别瞎说了 我没有 我告诉你谢格文 这谢家的每一个人 我都认识 你不要蒙我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去告诉我爹 开资宫神 承承那个不守规矩的丫头 格长 你喝多了 我家在这边 格长 你别跟我说 说什么你 爹 爹 你先别着急 我去看看 门呢 绣云 你怎么着 承承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玉芬回来了 不行 承承 他就才可以破族规 我们绝不能破 这次 就要好好的整治他们 二叔啊 难道你真的愿意看到 他们妇女受罚 胜利死别吗 怎么 二叔 你听我讲 现在我们后线 已经掌词了 你这样做又何必呢 就因为是掌词 所以我要让他们前些 微风扫地 二叔啊 你别忘了 玉芬她可是你的侄女 你这样做 全族人会怎么看你 她回来看看父亲 看看奶奶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 把她赶出家门呢 你二叔没这个本事 这是族规 我们谢氏子孙 都要遵守这个族规 这还不是我说的 是你秀才叔说的 现在我们后线掌词了 更要如此 志成 以后不要总被前线说话 那你将来也要做掌词人 不 我不做掌词人 二叔啊 就算今后我有掌词的机会 我也会让给你 只要你这次呢 能放过玉芬 让他们一家人 好好地团圆团圆 二叔啊 这件事 你就当没看见 就没事了 我刚才说的话 一定算数 二叔啊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你啊 儿女情长 那你就去告诉绣云 让玉芬快走 谢谢二叔 怎么样啊 志成 二叔已经答应了 志成 谢谢你 你快让玉芬走吧 再被发现呢 就不得了了 好 去吧 快走吧 快走吧 我就是心里放不下我爹 好了玉芬 赶快走吧 路上保重 爹 玉芬 爹 你真的不想见爹一面就走 女儿想你 爹 女儿想你 爹 爹 志成 这是我给志军太太的东西 麻烦您给她 好的 玉芬走了吗 走了 谢谢你了 谢什么 都是一家人 那 我走了 我来 我来 志成哥 你可回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在我们这条街上 开了这么多城镇 极塑 这都是儒家开的 无价开的 他们是来跟我们抢生意的 听说这两天 朝中要来人选择供查 他们就在我们的对面 开了一片茶庄 要盖住我们的风头 我本来想 用降价来排挤他们 可是谁知道 我们降多少 他们也降多少 降的价格 比我们的价格还低 现在搞得我们 连生意都快没有了 你说这怎么办 得快想个办法 眼看朝中就要来人了 我们不能不弄出点场面来 我去看看 请问一下 你们的茶都是新茶吗 都是新茶 谢谢 没事 请问一下 你们的茶都是新茶 都是新茶 那你们的新茶 进价多少 什么 你说是齐家档布 在给他们撑腰 对 我已经查清楚了 是吴家和齐家联手 要搞垮我们 你知道吗 吴家之所以敢跟我们斗价格 就是因为有齐家 在资金上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他们根本不怕降价 这怎么办 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住 选择供茶就在眼前了 如果这个局面扭转不过来的话 很有可能 今年的供茶要落在吴家手里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没有别的办法 这都到底 怎么都 首先 我们要联络 我们卸价在辉州的所有茶店 统一价格一起降价 嗯 这次我们不惜本钱 也要撑到底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低价买进吴家的新茶 减少它的货源 这我们 我们要多少本钱 不管多少本钱 我们都要顶下去 生死关闹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一定击垮齐家档铺 让他没有财力支持吴家 击垮档铺 这 这得要多少银两 这就要看 我们谢家的老老少少 能不能支持我们了 什么 让我们捐银子 是 要和吴家拼价格 没有财力是不行的 单靠智青和志成的茶庄 斗不过人家 要靠我们谢家全族人的财力 这是谁的主意 是志成的 志成 这小子 想趁机把我们钱谢家给击垮 我们倾囊而出 去给人拼价格 可是结果呢 还不是两败俱伤 这银子以后赚不回来怎么办 这不白扔了吗 不行不行 这办法不行 爹 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不把吴家压下去 今后我们惠州谢家的茶 在市面上也站不住脚 那我也不能拿着全谢族的钱 让他们俩去胡闹 各位祖老 各位族人 大家说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我看孩子们在外面做生意 遇到了难处 我们帮一帮 也是应该的 可是要动用这么多的财力 惊动这么多的人 就要谨慎了 是啊 让我们全族的人出钱 数目还这么大 万一有个闪失 没办法交代 也会把我们谢家的元气 给伤了 要不我们一家凑一点 拿给他们先试试看 万一不行 还有条退路 那凑多少呢 我看就一家五十两银子吧 大家说这样行吗 不行 爹三爷我有话要说 秀云 祖老们在此一事 你不要多言 爹 此事本不该媳妇插嘴 但事关谢家的兴衰荣辱 身为谢家的媳妇 我不得不为我丈夫担心 为我们谢家担心 我来这里 是想替我的丈夫 向各位长辈 说几句求情的话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想说什么 我刚进谢家的时候 就听奶奶说过 我们谢家是 灰州的第一大户 数百年来 我们谢家出过功臣 出过将军 出过民满天下的才子 出过富可敌国的巨伤 我曾经想 这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小小的灰州 会出这么多英才 为什么我们穷乡僻壤的子弟 能纵横天下处处建功 后来我明白了 是因为有祖先多行善举 仁义天下的民训 有后辈自强不息 不让他人的志向 更有全族上下齐心 互帮互助的风气 一家有难 全族相帮 一人有难 百人相助 那在我们谢家人面前 这世上还有什么男子可言 还有什么灾难可怕 世间要知识 什么能有道理啊 如今 谢家的子弟 在外面临生死关头 生意若败下来 不仅谢家的茶庄要关门 茶叶没有销路 就是谢震所有的茶农 也将没有生计 如果这样的话 对我们谢家人来说 将是灭丙之灾 这样的后果 我想各位长辈 是能够料到的 这应该考虑考虑 可不是我们一本人 因此 至亲和至成与吴家争事 就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而是我们谢家全族人的事 他们赢了 造福相礼 可当他们身处困境的时候 作为父老乡亲 就不该伸手相援吗 他们如果真的败了 不仅谢家的生意受损 我们灰州谢家 也将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到那时 谢家的声誉何在 以后谢家的子弟 还怎么出去经商 怎么面对天下人 各位长辈 此事如何处置 自然会从谢家全族的利益着想 用不着我这个做晚辈的多说 但商场如战场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茶庄的生意 是我们谢家的命脉 此一番争斗 我们输不起 今天我来 是向各位长辈表个心意 为了谢家的命脉 为了全族人的利益 我愿亲近私囊在所不惜 阿珍 阿珍 来 秀云 娘 拿手 娘 娘 我也要放鸡 放过去 阿珍 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这些当长辈的 难道还不如一个孩子 三叔 还当着什么呀 难道我们谢家 让天下人取笑吗 他们高权族 顶利相助 他们高权族 顶利相助 来 来 你这是 三叔啊 你看 咱们族人 为了支持咱们茶庄 捐了很多的东西啊 下决心打败吴家 可是我老担心这后劲不足啊 是吧 我想决定一件大事 但必须跟三叔商量 是想决 这朕慈之宝 嗯 哎呀 这个是每一代掌慈人 为了慈堂香火能够延续下去 每人都请了一个金菩萨 在那供着 要懂他 得掂量掂量 三叔啊 仙人们也是愿意看到 谢氏一族 在我们这一带相传下去 他也不愿意看到 在我们这一带日益衰败呀 三叔 下决心吧 菩萨保佑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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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啊 来看看吧 新菩萨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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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菩萨 菩萨 来这菩萨怎么办呢 要钱一个 我来四个 您这是 活档 是死档还是活档啊 活档啊 活档啊 您可别落架 说不定什么时候啊 我还来熟呢 客官 这您放心 这是规矩 要不 我就别开这个买卖了 好啊 有了这些银子 我们就不怕 吴家茶庄跟我们斗了 志青啊 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去当一个金菩萨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劫持多久 白大人啊 这次谢家可撑不了几天了 是啊 你看这当年啊 谢哥圣就败在我们手下 当老子的不行 当儿子的就更不行了 回头你把茶室的价格再压一压 京城王大人来了 一看 这满市就是你无忌茶庄了 江南的半壁江山 非你吴家莫属 全仰仗白大人提携 大东家 怎么样 行事很好 市面上都说我们的新茶物美价廉 连外甥的人都来我们这买茶了 好啊 那谢家怎么样 他们还硬撑着呢 听说又要降价 他们降多少咱们降多少 价钱总要比他们低一成 可是东家 这样下去我们会赔本的 怕什么 只要把他们打下去 赔本也干 周转的现银够不够啊 你放心 我库里的现银有的是 足够用 东家 好 林掌柜 怎么样 买了多少 东家 照您的吩咐 分三批 按他们新匠的价格 买了五百斤 好 我看他们的库存也撑不了三天了 那时候他们就得进货 卖价比进价还要低 他们拿什么买新茶呀 告诉下面 抓紧收购新茶 价格一定要比无价高 好 去吧 到 来 来来来来 里边 里边 往里 好 一里边 都踩到后回去 一去 来来来 好好 小心点啊 好好 什么 没银子了 是啊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大财主 每天到我们当铺当一个金菩萨 已经当了十几个了 这我哪受得了啊 我现在的库银很紧 怕是不能再给你用的 哎呀 这怎么成啊 现在我和卸家正拼价格 查走得很快 我得赶紧收购新茶呀 而且卸家开出的价格比我的要高 这结果眼上 你无论如何要帮我一把 不是我不帮忙啊 我实在是有难处啊 你想想 我是开档铺的 靠的就是银子 银子吃紧 我怎么开买卖 那 赶紧去掉银子呀 可眼下哪里来得及啊 你能不能跟那位财主说说 咱先补当金子 这话 我一个开档铺的 怎么说得出口吗 这是哪一个元典费 给我们过去的啊